OK 好啊 觀眾朋友是 讚嘆一題管理 還有Fogun 那 主跳專者 我夫妮 然後Ruko 還有Peggy 那 這是我從2013年8月 紅冬秋 世界以來參加黨的七個月 在GV 當攻陷者的第一次引發 謝謝 你們即將 好 原題就是 就是這個討論是從GV 後勤中心有一位陳一秀的討論 那就是因為台南大地政的關係 那衛福部的觀眾好像沒有 自己覺得這個配色不輸給葫蘆猴這樣子 就是我心裡的OS 但是應該Peggy有 是不是更多見解 不好意思 好 那就照村長說的開幹情有事 我們來開一個Hackset吧 那就是台灣官方的物資及志工整合平台代改進處 好 那這是我們在Hackset上面回報的問題點 這七點主要都是陳一秀提供的 那那時候我就注意到有時候Ruko的留言 其實我那時候注意到很多政府跟相關執行單位人士的心聲 就是他們 其實他們有 已經有累積很多東西 就是想要說 那我那時候很想請Ruko把這個意見新增儀會平台回報Hackset 然後等了他一天 他的回應是超乎我想像的 就是他開始提供了張憲和講者的災害影片演講 然後就開幹了 因為我不習慣聽演講 但我們有把影片做事 那就是感謝大家 不到半天了 就幾乎把一個多小時的讀字稿打完了 那天我很累 就聰請來 希望有小精明幫我做完 結果真的大家都打完 下次讀字稿電視群 就是可能很多人不在場 因為都是因為 可能因為張憲和先生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湧來 就覺得 哇 一下就把他打完這樣子 後來就過 很熱情 就問我們要不要挑戰四個小時的讀字稿 就說 那剛才太過了嗎 但是遇到重重的難題 就想說 什麼是切換到GF Page Branch 然後AU陳希知道 好 今天他們今天要感謝的人有幾個不在場 那感應一下AU的事情是 兩年多前我在寫政治的共筆的時候 AU說 夫妮的文字好感人哦 累 然後就對於文字工作者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那Hack Folder的名字是什麼 那Luko就幫我想出來 是 Emergency Management 就是EA 然後就出現ETBOOL的神奇之道 ETBOOL說 夫妮有餐廳 只是要自己開個Hack Folder的頁面 如果是這樣 就不需要在Github上面 FORB 只要做這個步驟就行了 然後想說 好 等我兩邊就是交接 工作交接再來做 結果沒想到EA就直接幫我把Hack Folder伸出來了 那 就是非常感謝 就是到現在都還覺得很感動這樣子 而且最神奇的是 就是把小事也引出來 就是 小事今天應該也會報告嘛 就是 什麼什麼超大的 防災聯誼的那個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相認吧 好 對 那所以呢 最後在他議題管理Hack Folder就產生了這樣 就是其實 這個網頁是引體服務提供 然後所有的內容都是Luko提供的 就是他把所有 幾乎跟防災有關的 討論 演講 或者是任何的知識 他就按照六大階段 就是放上去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 因為我在搜尋開Craft的時候 發現有很多跟 災害議題相關的 災害議題 我覺得可以集中在一起 那這邊感謝Pandy主動說 要跟衛服部相關單位聯繫 就是非常感謝他 那特別感謝小潛 他好像在遲到中 就是 感謝他提供我 記得要授權說明 那要謝謝他 就是 他是在Github中 第一個對我說大家的人 其實不知道 好 對 好 現況就是 衛服部的重災系統 建議跟修改狀況 那就是由Pandy跟 衛服部的社公司 跟在聯繫修改 處理中 大家也可以 等一下點進那個 Hack Folder裡面看 他在最下面就是 Pandy已經有把 已完成修改 然後上代修改 或者是未完成 都有列出來 那我說這個投影片的目的就是 就是希望對這個議題相關 就是有研究投入惡情的人 一起認識 然後在這個版面上 一起共筆 在修改Hack Folder 像是Rico Pecky 麥可麗 我看就是麥可麗 也做了很多 跟防災有關的Hackpad 然後小四正心 資金家還有郵婷婷 然後哲偉 還有笑歷台 就是也是跟防災有關的 就希望大家互相認識一下 也是一個聯誼 好 那過往就是 有許多防災相關的Hackpad 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匯入 那如果有災難發生 我們隨時可以都 從這個Hack Folder去檢討回座 那因為我技術層面是完全沒有 然後也沒有背景之勢 就也沒有那麼爽 那希望大家加入一起努力 那就是如果看到光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做一個事情 好 謝謝 好 這個是那個感謝名單 好 就如果有什麼缺陷的話 你給我提出來 對 好 對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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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對 好 對 好 對 谢谢大家